日本的红灯区到底有多开放 歌舞机让人无法接受 实在是太开放了 当日本的夜晚来临时 日本的红灯区就开始火爆起来 街边的酒吧以及风俗店 也会纷纷开始营业 而里面的3000多家女仆咖啡厅 就开始招待客人 这里云集了日本最漂亮的女人 她们不止年轻貌美 身材也是高挑挺拔 让人欲罢不能 并且她们还很喜欢中国的男人 因为她们认为我们中国的男生很专一 这就是日本的红灯区 也是男人最喜欢的邂逅场所 在这里你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激情 还可以享受到各种独特的服务 里面有日本的歌舞技 以及女仆店 牛郎店 录像店 触摸店 游戏厅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这里没有的 但是她们不给外国人进去游玩 因为日本人的英语非常的菜 所以一般都会拒绝外国人前来游玩 但唯独中国人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游玩 只要你会一点日语 那么你的体验肯定会翻倍 那么假如你来到日本的红灯区游玩 需要注意什么方面 第一 别惹事 小心黑社会 因为这里到处都是黑社会 所以最好不要去招惹他们 第二 不能与娼妓发生性行为 因为这是违法的 但是假如你们成为情侣 那么性质就不同了 第三 注意价格 不同的服务 以及不同的规模 还有选择的女士和男士的品质 都有不同的价格 如果不做好功课 那么很可能会被宰成猪 四 不要被扒光了 在日本的红灯区 也有类似越南九托一样的坑货 他们会强制收取手续费 如果被坑的话 只能乖乖付钱 不然只能被暴力威胁 虽然日本的红灯区很好玩 但是危险也同时存在 不要因为日本的漂亮美女 而一股脑地冲过去 那么对此 你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